阿摩為什麼在美國上市 為你請大家的關注 因為他是繼臉書跟阿里巴巴之後 最大的一個30案 孫正義為了這一檔股票的上市 但是用盡了心事 史書本身結束 包裝這家公司是一個AI概念 哦厲害了 你會不會想買 你等會想買 會今天只有買AI才會漲 找了黃仁勳 來幫大家站台講話 但黃仁勳很多沒有講的就是 歡迎收看《多大一才知道》 我是夏英雲芬 最近有一家公司在美國上市了 哇三星啦 NVIDIA啦 台積電蘋果都搶著要肉骨 這到底是哪一家公司 既然好好跟大家來說分明 好歡迎向我們的古海觀察家 張宏昌張大帥 大帥好 麒芬姐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其實最近最紅的一個新聞 就是阿摩上市 哇一堆大咖全部都去 這怎麼回事啊 其實很多人可能聽到阿摩 很多觀眾可能還不了解 但是你用的手機裡面 它的晶片的架構 全球99% 包括蘋果的手機都用按摩架構 所以這個按摩其實 跟大家都是有切剩相關的 所以大家對他公司可能不太了解 那阿摩為什麼在美國上市 會引起大家的關注 因為它是寄臉書跟阿里巴巴之後 最大的一個30昂 尤其有一個男人 他特別關心他能不能成功上市 就是日本軟體銀行的 創辦人孫正宇 哦 孫正宇前幾年都被人帶 被人帶下也很慘 報紙都是讓他負面消息 賠多慘賠多慘 那他一直希望說安摩能夠上市 其實之前他希望安摩的都賣掉 但賣不掉 因為很多政府單位 包括一些電科技公司有顧忌 所以他沒有成功 這次是上市了 讓他鬆一口氣 上市第一天也給他面子 還不錯 漲了將近25% 那本來商店美國時間 10點20分要開盤 然後稍微延遲了一下 但一開盤就開始往上衝 整理一下之後再繼續往上衝 所以第一天其實漲得還不錯 那市值直接衝破到600多億 那賺翻了 你知道伯利比多少倍嗎 170倍 比NVIDIA還高 NVIDIA還100倍 然後盤後還繼續漲了5%多 最高漲了66 整個加碼說收盤在63 但是他第一天 第一天掛牌之後 接下來都持續下跌 連木頭姐就說 他覺得股市太貴了 其實他股市太貴 說他不想要殘股 剛剛我們提到說 排氣店年巴筆都入股嗎 三星蘋果都入股 木頭姐就說他不要入股 他覺得太貴了 可是孫正義為了這檔股票的上市 他是用盡了心事 使出捆身結束 我們來看一下他用哪些包裝的手法 這個包裝的手法 在台灣上市 你大概也會看到一些影子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包裝的手法 死股要集中 籌碼就會輕盈 股票就比較好啦 如果在我手上 我腰漲就漲 對不對 因為籌碼很少 那這次暗上市 是軟體營養拿出一層的腦骨 那不是因為現金真摯發行新股 他一層的腦骨出來承銷 也就是說 軟體營養本身還是有90% 也只有10%左右在外面流通 第二個 他在最新的軟體營養的財報 還特別暗示大家說 按上市之後 能奶會擔任我的子公司 雖然我之前有打算要賣掉它 但是他以後還是會擔任我的子公司 暗示什麼 我不會賣股票 我不會把90%的股票拿出來賣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來提一下 今年還有一個 美國一個很有名的案子 也是因為籌碼很輕 籌碼很輕 他非常集中 股票就把它漲了9倍 我們來看這一家 越南的一家公司電動車 公司叫FinFest 號稱 我講的是號稱 他是那個越南的特司 穿辦人是那個泛日旺 這名字取得還不錯 日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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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公司去美國掛牌 他自己本身持有99.7% 他IPO價格多少 10塊美金 最高漲到93塊 漲了9倍 為什麼 因為股票都在你手上 就很少 你想一漲就很容易漲 但是他雖然是號稱越南的特斯拉 但是他上半年我查了一下 賣了11,315台 太少了 做一個夢 做一個夢 Tesla去年就賣130幾萬台 差太多了 所以他跟特斯拉等級差太多 但是股票你看看 就很容易拉抬 那你看 因為好拉抬 要沒有實質 基本面支撐 還在往下 持股要集中 但是持股集中 就是有這個好處 我們看一下 孫正麗的第二個包裝的手法 找大咖們共襄盛舉 對 都是大咖 有些公司上市 你會覺得說 這是什麼公司 有些不認識 像我們有些上市公司 他掛牌的時候 他會找一些大咖 先入股 你就發現 你就會吸引大家的目光 他用哪個 蘋果、Intel、谷歌 會打三星 每天掛著看得到 連公司都有 AMD 對 連發科跟台積電 都有 連台商都有 大概金額在2500萬美元 到1億美元 那台積電 我本身就定了1億美元 對 台積電 任股就是什麼 背書 這家公司是 他就好公司 第二個 把整條827都包下來了 他這次找了28家投行 一起來成銷 你才拿一成 而且他給佣金還不少 哦 而且達到一個目標之後 還給你更加碼 大家都來成銷 有錢 大家都來吧 第三個 鹿眼搞得非常熱鬧非凡 為什麼 他找了黃雷勳 喜歡湯皮 那黃雷勳來幫大家站台講話 另外聯發科的高管也出現在現場 哇 找些大高 會有很多媒體跟風 那邊報導 他就增加他的曝光度 就是以前講那個roll show 對roll show 對 然後他還有第三個包裝的手法 我把一個一個拆解出來給大家看 第三個當然要利用現在最熱鬧的題材 對 AI 他把ARM包裝這家公司是一個AI概念 哦厲害了 你會不會想買 你會不會想買 今天只有買AI才會漲 你看第一個 他找一些人背書說 我就是AI概念 黃雷勳在站台的時候講這麼話 他說回答有一個新的晶片叫GH200 這個採用ARM的架構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ARM架構的話 我就今天不會問世了 天啊 他黃雷勳都已經AI叫負了 然後按摩這樣子的話 又是教父的教父 教父 還幫他背書 Grandfather 對對對 黃雷勳很多沒有講的就是 其他晶片沒有用 就是這個晶片 大部分晶片沒有用 這都忽略不講 然後總是錄影要給他面子 另外CEO在錄影的影片有提到 人工智慧無所不在 我們的機會是無限的 哎呦 我們有想像力 好會講怪有 另外招股書裡面提到 覺得全球的AI的應用越來越多 ARM將處於核心地位 另外孫正義本身講說 我花了好幾個月使用了Charge GPT 我發現他有很多內容 是以後可以透過ARM來實現 就一直要給大家一個感覺 就說我的ARM就是AI革命骨 另外呢上次兩天後 我剛剛不是提到嗎 第一天掛牌衝上去 大漲 接下來就跌 感覺太貴了吧 太跌了 結果就突然出現一個市場創業 就說軟銀考慮 入股OpenAI AI的體裁一直在發酵 而且他為了撐盤 事後還繼續放一些傳驗 有沒有證實呢 不知道 然後另外包裝的手法 是一些墊高公司的估值 因為公司要掛牌之久 你不知道他最佳公司值多少錢 所以他就會用一種交易的手段 讓你了解 最佳公司大概市值多少 你看看 在2017年的時候軟銀 以80億美元 那時候買下ARM的時候 25%賣給第一期的運營基金 那也是他的啊 那也是他的啊 但是那裡面有其他股東 有其他股東 那時候召集一些大咖的金主 股東 然後呢 20123就掛牌前夕8月 今年8月 他就以161億美元 軟銀行 再跟運營基金 第一期買回來 就成這樣一倍 坐價 坐價你這樣算嘛 他的估值就640億 有沒有 整個公司的市值變640億 跟我們第一天上漲 我剛剛秀給大家看了 600多億 暗示你說第一天掛牌 就大概這個價格 然後他這個動作其實 一十兩秒 為什麼 第一個 他定高了公司的估值 第二個 第一期的運營基金裡面有什麼 有沙特地阿拉伯的金主 因為他前幾年都賠不賠償 交代不過去 我現在左手賣右手 我安撫了你這些金主 你金主就不會再跟我娃娃叫了 所以他一十兩秒 第一個定高公司的估值 第二個這些金主不會再講話 因為我已經跟你獲利了 這第一期運營基金說 就不會那麼差 所以他自己就設想過 我們來回顧一下孫正義過去的一些歷史 他其實以前被稱為亞洲巴菲特 而且他自己說他當科技界的巴菲特 過去在一季風發的時候 當過三天的世界首富 這也是紀錄 我們一天都當不了 只要說我們一分鐘都沒辦法 他20歲就創業了 厲害 30歲就賺到10億美金 然後40歲就變成一個名人 50歲達到事業的巔峰 60歲本來計畫退休 你知道有些川伴人 你這樣很難退了 後來他的接班也都離開了 他當世界首富也因為 是因為他在網路泡沫之前 壓住了Yahoo 擺了30%股權 大賺了177倍 讓他超越了比爾蓋茲 擺了3千倍 那一年他大概42歲了 年輕到世界首富了 當他最人家提到的一個過去的故事 就是2014年阿里巴巴在美國上市 那部位增加到600億美金 14年的時間漲了3000倍 馬雲常常講一句話 就是說當時 因為那時候網路泡沫的時候 阿里巴巴需要錢 他說我只跟孫正義談了6分鐘 他跟我兩千萬美金 這是流傳很久的一個故事 其實孫正義本來給他4千萬 把那個馬雲嚇到說 我沒那麼多 孫正義說那3500萬 他說我也不需要那麼多 後來成交2000萬 1000萬美金 美金6分鐘 其實那時候孫正義也是受傷很重 因為網路泡沫 但是他還是願意點2000萬美金 變成一段佳話 可是後來孫正義這幾年 就非常的流年不利 我們來看一下 他從雲端跌落 2020年的時候 他獲利4.99兆日圓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軟體銀檔就出現15年來的第一次虧損 那一年虧了將近1兆日圓 包括共享辦公室的那個WeWork 那個那時候出事嘛 那第二年呢 他一匹級帶來 那時候我們知道嘛 股市就不錯 對 股市不錯之後 那一年賺了4.99兆日圓 他是創下日本企業獲利最高的紀錄 而且全球排名第三 就是蘋果跟阿美食用 然後2021年的時候呢 整個就從雲端跌落到地獄了 那從賺快5兆日圓 變成虧1.7兆 哇這個心臟要很強啊 你看前一年賺5兆 好好隔一年就變成虧1.7兆日圓 那一年創下日本企業虧損紀錄的第二大 從創獲利第一大變成虧損第二大 2022財年呢 又虧了將近1兆9701日圓 那時候已經虧了太多了 連孫正義在他們的財報說明會的時候 就說 這是我最後一次出席會議 那很多人報導啦 就是說他那一天的審請非常的落寞 然後他感慨的講了一句話說 我在為自己的過去的貪圖暴力 而感到羞愧 對然後我太自信我太高好誤怨了 因為那時候賠得很慘 他是不是那時候賠得很慘 他想要把那個安膜就賣給那個 那個回答 對就開始想賣 因為那時候太多虧損 而且讓他負債很高 他槓桿非常高 那包括他很多勢力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WeWork 第一次遇到監管 第二大的加密貨幣FTS也擴產 韓國這個最近在我們台灣打王大 他很兇的coupon 他也股價重挫 所以他一度 剛剛一文姐提到要賣on 來依注一些資金 降低一些負債 有人統計過 他總共投了800多家科技公司 大概成功回收的獲利也只有40家 然後賺了大概1700億美元 但是有90%是阿里巴巴貢獻 然後這幾年虧損 幾乎都把阿里巴巴賺到的錢 又吐回去了 所以蠻慘的 但是還有更慘的 他在2017年的時候 曾經投下30億美元買輝達 那棒啊 放到現在棒啊 當然很棒啊 但是2019年 他就在36億 賺了20%就跑掉了 如果他沒有賣掉的話 現在就值500億 差很多了 36億變500億 有沒有很貝 你賺6億還嫌人家少 他現在昂就不用上市 光是這個輝達的股票 就讓他夠於彌補那個虧損了 孫正義的經驗 讓我們有一個歧視 就是說 你到底要趨勢投資 還是價值投資 我給大家一個圖表 我把波克夏的股價 跟軟體銀行的股價 放在一起 軟體銀行算是趨勢投資 他是趨勢投資 巴菲特是價值投資 那這一條是巴菲特 波克夏的總事圖 要穩健向上 我這邊想穩健向上 短期看好像感覺沒什麼動 但長期來看的話 他是慢慢往上走 那軟體銀行的股價 就不一樣大起大落 你會發現每一個 下去的那個幅度 尤其是這幾年的幅度特別大 所以他在趨勢投資 而且他很多槓桿 那巴菲特的價值投資 喜歡什麼 他喜歡買一些可口可樂 或是一隻常用品 他不要太複雜的事物 科技的東西 但是孫正義不一樣 他喜歡買那種想像 對 他願意基金願景嘛 所以很多東西 可能科技東西你聽不懂 但是他喜歡這一種 我喜歡買這種趨勢投資 那投資人你喜歡哪一種 我是喜歡巴菲特這一型 對 我喜歡巴菲特 我現在沒有那麼強 如果我要跟蘇貞映一樣 我可能要終職 我覺得蘇貞映跟巴菲特的一個 補教的一個表現的經驗 可以讓大家參考 你到底適合哪一種投資 好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張大帥 跟大家做這麼清楚的一個分析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就不會錯過芯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週一至週五 Live today的理財 影音分類準時上限